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月 那歡迎收看今天的這個 有關冒險的手遊喔 那這部影片最主要就是來推薦大家遊戲的 對這部遊戲是我還蠻喜歡的 韓國那邊是叫做 Grand Chess for Kakao 那由於他叫Kakao 是因為他 韓國是綁在Kakao這個通訊軟體上面 就很像LINE啦 但是實際上他 就只是綁在上面而已 那日文的部分他叫次元的追擊者 那這個 日文的念法呢 好像是念 直言の 直言の 直行者 上面那個名字大家都會念嘛 Grand Chess 如果硬要真的是要抓他的硬的話 是 Grand Chess 好不好 OK那最主要我們今天就是來 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那今天7月24號 剛好就是 日服開服的日子 那我想還蠻多人會借了這股熱潮 去玩國際服或者是日服的 欸這句話好像哪裡 好像在哪裡重複過了 那總之我們今天就是要稍微 來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那由於大家 會從日 日文的介面或者英文的介面來 接觸 所以說韓國 就先開這個日服的部分 那剩下的韓服的部分就是 比如說時裝系統這些 一開始還沒有追加的部分 我們之後會再用韓服來做 這個影片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先進來這裡面吧 欸吐槽一下 日服為什麼他的 進遊戲的封面 這麼好看啊 欸是不是 你看我老婆怎麼那麼正啊 你說我老婆是哪一個 最後面那個啊 好啦那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邊喔 因為卡月本身是日文系的 那我想有些東西 如果有些人不懂日文的話 那我這邊是可以幫忙做個翻譯之類的 那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Wiki 這個應該大家都懂 第二個是Twitter 就是他們的官方Twitter 然後再來這個 基本操作我想這個大家都看得懂吧 這個是英雄召喚 就是抽卡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冒險活動之類的 這個是最新情報 以及最後下面這一個是 就是幫 就是 就是 卡住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什麼之類的 對 OK那其實這遊戲 欸畫質比日服好欸 這怎麼回事 那最主要的就是 這款遊戲該如何入手呢 很簡單 就是 你國際服的部分喔 它在這個設定這裡面 會有一個language的部分 就是 呃這邊會有三行 藍色的按鈕 這個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讓你選出英文跟日文 對 那現在我設定的是日文沒有錯 再來上面這個 Voys設定 這個設定 他們就只有日語而已 他們沒有提供韓文 所以這個還蠻特別的喔 OK那這邊 我們現在稍微介紹一下吧 這款遊戲的 操作方式 當然 在日服的youtube官方 是有這個操作介紹的影片 那我們一樣也可以來示範給大家看喔 那基本上 你在前期 一定不會拿到SS的 那據我所知 在日服裡面 它改成了 SR 還有 SSR SR S 然後 AB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改成SR 但是 我習慣唸它SS的 對 那 它的抽卡分三種 一種是 能夠 就是 利用這個 召喚券 來召喚的喔 然後還可以用彩虹球來召喚 對 那它上面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你的召喚券的這個 數量 這邊是彩虹球喔 然後這個 Layer au shokan 這個是 就是 你可以花50來召喚 那 等級就是B到S 但是 並不會有SR的角色 再來這一個是 強化素材的召喚喔 它總共要35個彩虹球來進行召喚 對 所以說 這款遊戲我建議啦 你真的要抽卡 你就是抽這一個 或者是活動的時候 有的召喚卡池這樣子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的阿 ok那 再來就是它每週 每天都會有這個狂熱活動喔 旁邊這一個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不會唸 也看不懂 這個小小的喇叭 是活動喔 那這個活動裡面 目前日服是有這個 就是這個 每天出席可以獲得錢 還有這個 呃 Daya Ataashi 這個最主要就是 用來收集 這個是活動用的 一個 水晶喔 其實Daya應該是 鑽石的意思喔 總之就是它 你收集這個 上面會有這個數字 你達標之後 就可以獲得上面的東西 然後再來這一個是 你的等級 你的遊戲帳號等級 達到一定等級之後 它就會支付你這個 彩虹球的部分 然後上面有個冒險 行 這個是 暴言 這就是 開始去打怪之類的 打關卡 然後來升等之後 就可以獲得這些彩虹球 其實在 40級以前都算好練 40級以後要稍微 用功一下 OK 那這邊的這個出席部 就是每週都可以 欸 每天登入都可以獲得一樣東西 分別是彩虹球 再來是 召喚卷 然後是我們的這個 進化素材 它這個叫做 進化石 然後再來是 金幣 鑰匙 這是 冒險家的印章 它這邊翻是翻這樣子 它實際上就是鑰匙 拿來開箱子用的 這個是 S級英雄月喚卷 它可以獲得 四星的S級 再來是這個 Monster Card召喚卷 就是你可以獲得 一定到四星隨機的 怪獸卡 圍獨不一樣的是 zł 這邊這一個 這個叫做 不拉納 它就是 藍水晶 bac 你也可以把它叫靈魂 因為他是 販售英雄之後才能獲得 另外這一個就是 勇猛的祝福 這個東西是用來提升 這個 直接的這個 呃能力值的東西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然後最後這一個是 SR英雄等級 星5的這個 獲得券那他就是一個 讓你拿SR英雄的東西 然後這遊戲最基本的直接 有這個 總共有分5個喔 你可以把它想成Fate系列喔 這邊我們就有 Saber 阿恰 然後 然後 Caster 另外還有就是補師跟坦克的部分 對就是這幾種 那剛剛有提到的這個 勇猛的祝福就是拿來提升他的這個能力值的部分喔 然後再來這個是 技能研究所 就是會讓你可以學習一些隊伍技能啊 或者是 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那這邊就一一來介紹一下吧 光之審判這個應該大家看得懂吧 物理傷害 他會在指定位置給予 物理傷害265的傷害喔 再來這個 回復之手 他是會讓你回復800HP 當然這個你 升上去之後 他可以繼續提升 比如說這個就變成365 這個變得回900這樣子 就以此類推 復活這個 大家都看得懂吧 逆轉的空間 喔 被指定的空間內 攻擊力增加5% 應該說 增加傷害5%這樣子 瞬間加速 這個是攻擊速度移動速度 OK這大家都看得懂 這個是回復 1SP 然後15秒內 SKILL KRUNTIME TIME 呃 冷卻時間 還有 司法時間 全部減少10% 英雄之盾 這個就是給10%的防禦盾 然後這一個 進化的 歐拉 歐拉 對 1秒鐘之內 可以解除所有的debuff 然後 無效化地帶 可以解除敵方的buff 然後敵人的攻擊力會減少1% 無敵 這個無敵 4秒內全員 呃 4秒內 可以選定一個角色當的無敵 至於這個 HADENAKI SEIJO 就是 一次使用可以使攻擊力增加2% 最大10% 最大就是10成疊加 所以最多可以變成 加20%傷害 但是這個要一層一層一層疊 也其實還蠻麻煩的 防衛隊這一個 我還沒有解 所以說 這邊只能先用講的 這邊就是你可以設定總共8隻英雄 去做 一個防衛 防衛的隊伍 然後PVP的時候 別人來打你 就是打這個隊伍 攻擊隊就是你打對戰 打 地圖用的 隊伍 這樣子 那至於英雄的部分 8他其實 絲橫片野大大 他本身就有做這個 翻譯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那 最基本的就是 恩 一定要有一個補 坦的話最好也要有 但是 因為我目前身上坦其實我沒有在練的啦 對 這一個 我的坦目前只有抽到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 劍硬之盾 ㄟ 其實這有點難分ㄟ 硬盾的 Captain 恩 隊長 ㄟ BOA 隊長BOA 對 對對對 真的啦 他這個 CaptainBOA啦 不要質疑日文C好不好 呃 這個背包裡面 第一頁是英雄 第二頁是Monster Card 就是我們這個 強化怪物的時候需要用的東西 Soulby 裝備 這邊就是讓你的 這個 呃 你的英雄們穿上裝備喔 然後至於這一個 是飾品喔 Dentite 是全體 這個是指那個 戒指喔 然後 neckless跟 hearing 這個應該是項鍊 這個應該是 耳環 對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我不太確定了 大家其實 有東西的話一看就知道 素材這不用講吧 這個是錢 之類的 對基本上這裡沒有什麼需要額外補充的 然後日服居然已經先開這個了嗎 恩這個是六星英雄可以拿來就是練等用的東西 那目前本人還沒有任何六星的英雄 所以這邊顧不做先 先不做介紹 再來是 次元怪獸 Captain 這個就是 公會王的意思 你也可以自己一個人打 那他目前 日服 只開了四隻 也全部也就四隻啦 分別是火翼龍 火翼龍 然後大雪猴 樹妖 以及我們的卡德森 那卡德森目前作為90等這個最高的 算是比較 難打的 各位可以慢慢來喔 然後再來就是寶箱這個地方 剛剛有提到的這個 開啟條件是冒險家的印章 像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高級 再上去還有寶石箱跟鑽石箱 那樣子 我是這樣子叫的啦 他這個是叫 黃金箱子 他這個叫黃金箱子 那他就是 比一般箱子要更高階 他需要30個冒險家印章才可以 開啟 那至於這個 冒險家印章 印章 需要怎麼獲得呢 下面這邊有一排齁 第一個是 就是工會的 部分喔 第二個是 朋友 第三個是紀錄 就是像圖鑑之類的 有沒有圖鑑在這裡 上面這個是 排名 第二個是圖鑑 第三個是 故事 再來這個 這個是任務的部分 這個依賴所呢 這是委託任務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工會會去接委託任務 或者是 賞金獵人那樣的感覺 那這個是美洲任務 這個是美日不好意思 然後這個是美洲任務 他們都會給一些這個 冒險家的印章 我覺得這還不錯 業績就是成就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想成成就 再來最後一個 這個是一些 你的 副本的進度 他會給你的一些獎勵喔 對 OK那 剛剛講到了這個 Flander裡面呢 等你加了好友之後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 毛爸爸他想要加我好友 OK那我們這邊接受 接受這藍色的喔 好那要怎麼獲得呢 這個 這樣我們就送給這個 毛爸爸他一個鑰匙了 那等他送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能獲得鑰匙 對大概 就是像這樣子喔 然後商店的部分 第一個 這個是 你要花錢買這個 彩虹球 歡迎課長 給我們新的遊戲玩就靠你們啦 這邊是用彩虹球來買 錢幣 極度不推薦 是因為彩虹球本身就已經夠難拿了 然後再來這邊 各位可以注意到的是這個 原針對報仇 兩倍 這邊是靠 彩虹球來買buff 這邊也可以靠彩虹球來買鑰匙 就是銀章 以及我們的這個 召喚券 然後這個是 名譽徽章可以買的 這個是 五星的這個 飾品 四星 以及這邊是一到三星隨機 一到隨機給你的 然後還有怪物卡片 也是一到三星 任你買 還有印章 以及這個 Lucky coin 這個是 副本結束的時候 會給你四張卡片 讓你去選兩張 對不對 就是靠這東西 另外這個 平凡裝備的解除 鑰匙呢 這個 這個工具是用來拆掉一些 不能夠直接拆的裝備 等一下會講到 再來是這個 公會 徽章 目前開放就只有勇猛的祝福 以及 召喚券 那這個是隨機給予的 然後他 每個月 還是 一段時間都會 重置一變 再來是藍水晶商店 一樣會賣這些東西 這邊的都比較好懂 就不講了 再來這個 依賴索 喔 這個是 你完成依賴索的任務之後 他會給你這個硬幣 那這個硬幣可以用來買這些東西 講完了系統講完了 我們都講完了 講完了系統講完了背包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方式吧 戰鬥呢 目前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是破圖吧 這個 試煉之塔在你完成第一關之後 第一區之後就可以開啟的 那他就等於是讓你爬塔之類的 可以不斷的修煉修煉 那每次完成都可以獲得10個彩虹球 然後特定的陳述則會有一些特殊的獎勵 各位可以努力的去爬爬看喔 目前韓服卡約的進度已經到46層還沒有還沒有打46 目前45層是已經結完了 目前還沒有打46是因為 沒那個心力去爬塔 那他最高只到60層 60層最後還會給你兩張這個 其實算是還不錯的 但是他的這個戰鬥力也是相當的吃緊 對戰這個要3-9才能完成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在這個 你去打人家 人家打過來之類的 再來這個要日防衛 要日別防衛戰士每日都會有一個 特殊的關卡可以讓你挑戰 然後可以獲得大量的一些 獎勵之類的 次元怪獸就是剛剛講到的這個 火翼龍啊大雪猴之類的 讓你召喚然後可以跟公會的人一起打 勇者之塔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東西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正合之塔是哪一個 好這個我們等下留到等下再講好了 因為我不太記得有這東西呀 這個好像是 比較特殊的關卡 對我對他印象不是很深不好意思 再來這個幻影的迷宮呢 他可以獲得 他可以固定獲得藍水晶 然後也有機會可以獲得這個 S級英雄的英雄選擇券 那由於都沒有開我們等一下再韓服 那我們就先跳到韓服去 講一下這部分好了 好不好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變這樣子 好啦那個 我們來重新講一下吧 剛剛講到了這個 對戰的部分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他會有這個排位系統 那 基本上就是在 這個 獎杯旁邊的數字呢 就是代表你的排位 那基本上就是像這樣去戰鬥 然後按下 這個鍵之後呢 就這邊就可以 選 就會顯示對方的 六個英雄 因為有兩個會被隱藏起來 你無法 進他的英雄 那比如說我進這兩個好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這樣戰鬥 對但是我現在實在是沒那個嫌棄意志去打人家好不好 我覺得我打得贏耶 我們要不要打一下 不要好了 我們時間有限啊 經費啊 然後這邊會有這個排名的位置 會顯示說 跟你排一樣的人 然後他們是 多少戰力 再來這邊就是 這個 你的對戰紀錄 是 慘不忍睹 不好意思 真的是蠻慘不忍睹的 然後再來是剛剛的 要日別防衛戰 這邊就是 這邊是比較偏向於守護一座塔的 像這個是星期一 這是星期二 有沒有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那週末呢 週末還會隨機開 基本上 禮拜六四開 一三五 然後 週日開 二四 這兩個 讓你打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守護塔 比如說 星期一是守護瑪麗 為什麼是守護瑪麗 第二 星期二是守護這個水晶塔 星期三是守護這個 這個醜男的雕像 星期四是守護這朵花 星期五則是守護這個東西 再來是次元召喚怪獸 像 像這邊 我們召喚一個火翼龍 韓服畫質真的蠻差的 是我的錯誤 然後他就會給你 這個 進化石 對那這個進化石會依據召喚等級不同而有所變化 再來這個應該是剛剛的那個 我說我看不懂的 對就是這個 他就是會也是像塔一樣 讓你去挑戰 但是挑戰的是 PVP 類似PVP的 AI戰鬥 那他會給予這些獎勵 勇猛的祝福 以及這個 這個呢我們稍微來這邊講一下吧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的英雄上面 有沒有看到有反紅色星星的 這是怎麼來的呢 很簡單 如果各位有玩FGO的話 我這個愛咪就是寶2的意思啦 好不好 這個 要吃掉相同的英雄 或者是 進化就是 突破素材 的話 他就可以 就是 這邊 會變成 彩虹 粉星 二星 基本上就是像這樣的一個 東西啦 像這個是S級專用的 所以他只能用在S級的 這個 Saber上面 而且他是弓的 對他是弓的 OK然後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幻影迷宮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這個 格蘭迪耶又把那個 又把戰力之間打開了一次喔 那像這邊就 就各位可以看到的喔 他一天可以挑戰兩次 然後會隨機獲得這個卡片喔 那這些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這個是可以獲得錢 的 卡片 這是獲得 怪物卡片的 卡片 好老舌喔 這個是獲得 藍水晶的卡片 這個是獲得S級英雄的卡片 那他會從四個裡面 隨機選出一張 數字越大 那就越有機會選到 這個 卡片的 機率喔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他最高的塔數是 30層 也就是說你一天最多可以獲得 4900的 藍水晶喔 是 首先你的戰力要先高達30萬才行 喔 好可怕喔這東西 那至於旁邊這兩個呢 喔 這個是未來 才會出的 戰 欸 審判之地嗎 是這是未來才會出的 審判之地喔 那像這是我剛剛在挑戰那個 一些關卡的部分 這個關卡的部分呢 我們先來領個獎 才會隨機給你裝備這樣子 那這東西呢 就是等你們如果有玩韓服的 應該早就會打了 那日服的話也可以再等等 這個是每周的 五 六 日會開的東西 對 所以他現在是不能挑戰的部分 然後 在上面這一個我還沒有把他打開來 但是這邊是獲得魔珠的好地方 是 魔珠系統我還是不懂 斯大根本沒翻譯 是 那我們就把畫面切換回 日服吧 喔 還是看得懂的語言最棒 欸 欸 畫質是不是真的比韓服好欸 喔那 再來就是圖鑑裡面呢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你收集完這些角色就可以獲得 彩虹球的獎勵喔 那 第一個是 就是現在開始喔 收集這四個 這遊戲的 主角 對 再來是 這個就是收集第一批來到這個世界 也就是一開始開放的SS級英雄喔 再來這個是 貝拉伊魯 軍團長 就是 貝拉伊魯 和軍團長們 這個就是 剛剛有講到的這個 暴君貝拉伊魯 我可以叫他希卡 貝拉伊魯 雷魯 阿滅 的軍 欸啊 隨便啦 反正就是 像這樣子的 你每獲得一個英雄都可以獲得這個彩虹球的部分 像這個我已經打開圖鑑了 但是我 但是就是 怎麼講你 第一次獲得這個英雄的時候 你可以獲得彩虹球 那這邊就是有各種 各式各樣的這些 組合 讓你來拿這些獎勵喔 喔比如說這個神的代理人 然後至於這個故事的部分呢 他則是會讓你回憶這些地方的故事喔 而且有趣的是 在這個 Granachess no Kako 這個是 就是你Loading的時候的 動畫 他們是有配音的喔 新生歷 1300年頃 血死的反擊 Heytaros Makaiye 追回 しか 喔那 對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 看故事可以從這邊來看 然後打怪的時候就可以不用的 一直 等 這樣子 喔然後再來剛剛 少講到圖鑑的部分還有這個 裝備死點 裝備死點就是 用來給你確定 目前開放的裝備的部位 這樣子喔 OK那至於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剛剛我們在這個 徽章裡面 徽章商店裡面有提到說有這麼一個 東西是需要用拆的才可以把它拿下來 喔 那這些裝備要從何得到呢 喔 這邊是我們的冒險地圖 這邊有一個工程站喔 他的全名叫做 Teloka 泰羅卡工程站的部分 喔當然你還點不進去喔 你必須要先完成這個Teloka 這個Teloka完成之後你才能進去喔 OK那 剛剛提到的這個裝備呢 他究竟是怎麼樣呢 各位可以在旁邊看到這邊 這邊有這個 Teloka親衛隊 這邊圖鑑他們都有寫喔 比如說像這個 幸運 怒 然後 怒力跟怒勢 還有幸運 怒力怒勢 這個 呃 跟怒力之外其實他的背景顏色不太一樣 對 但是我們把他點開來看的話他就可以看到他的顏色了喔 他這邊有講 喔 這是七星的 七星的部分他是要用這個 呃 進化藥劍去把他升級的 那他一開始只是五星的裝備而已喔 呦 這邊有五星的 喔那五星的部分呢就是 是 騎士團的劍 那他這邊有這個幸運的用處喔 他兩件套是這個 爆擊率 4% 然後 有50秒 這個 幸運一級的效果會增加 他的這個 技能極大化會發動 那再來就是這個 Ikari no Chikara 他是藍色的 Skill的CD時間減短4% 4% 然後 呃 使用技能的時候可以獲得這個效果 最大還可以疊10層這樣子 呃 第一回的時候攻擊 增加2% 然後 這個 受到的技能傷害減少2% 那很簡單就是說他 可以減傷又可以增傷用 獲得方法則是在這個 工程戰的一般獲得 以及這個 呃 製作就是 這個工程戰這個 我們通常R關的東西 他會有一個水晶球 他這個水晶球是可以拿來製作裝備的 那每個R關都不一樣 所以說每次都要重新農一遍 天啊 再來是這個 憤怒的誓言 目前含服只開的 紫色 藍色跟綠色這三個裝備 的登 那這個是 攻速上升 以及這個 最大可以疊10層的5秒 中之內 效果一回導致這個 攻擊提升2% 那他是 提升6%的這個攻擊速度 是兩件套四件套的 差別 像這一類 必須從R關獲得的 有顏色的裝備 就是我們 所謂的這個 需要用拆的裝備 對 那至於裝備什麼的呢 我們要怎麼裝 很簡單 我們選一個 像這個是 這一隻叫做慈愛的女王 Gurl 裝備呢 比如說像這邊 我們點他 他這邊就會選擇 可以選擇這個東西 冒險家的上衣 冒險家的這個 褲子 鞋子 那他都會給這個 能力值 比如說物理防禦力 還有這個 HP 像這樣子的東西 對那他裝備其實 我也是 開日服之後 我才確定他們是加什麼東西的 比如說 魔杖就是加模仿攻擊力 然後鞋子是加物防啊 披風加這個 HP啊 劍是加攻擊力啊 物理攻擊力之類的 對 真的啦 我看不懂韓文 你們質疑我幹嘛 那這個 vendmail 這個就是朋友 來的這個東西 那 我們這邊 一下這個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獲得這個 印章 這就是剛剛提到的 對 那基本上 就是這樣子 OK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來體驗一下這款遊戲要如何戰鬥吧 OK剛剛說了這麼多我想大家應該都累了 對 那我們這邊就開始來進行這個副本的部分吧好不好 那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副本隊要介紹了 哇好累喔 好啦那總之這邊 第一個世界叫做 Curico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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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麼翻 那第一個叫做 修道月 第二個是 可疑的礦山 第三個是這個 Belloia 應該就是港口的意思 第四個是漩渦之海 第五個是生命之森 第六個是 英埔王國 就是 英埔王國 最後一個是泰羅卡 對 那他下面還有序章 混沌之章 震惡之章 以及我們的破滅之章 喔那 他們每一關都會有這個 成就 就是這個星星 那星星完成之後 就可以獲得這邊指定的獎勵了 像這邊有一個 歐利比亞 歐爾比亞 歐利 歐利比亞 這一個就是一個還不錯的角色 其實在韓服這個算是蠻受歡迎的一個角色 如果各位有先抽到這個SS 這個S 別把它分解掉這個很好用 對 其實在PVP的方面這一個可以 坤比SR的角色 那我們這邊來 簡單的先玩一下這個普通關卡吧 這邊都會有這些 這個成就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過關 單久 初回 Clear 再來這個是 被打到就是 受傷要6900以下 以及最高DPS DPS就是你的 秒速傷害啦 達成到1510這樣子 那他會有推薦戰鬥力 那我們目前戰鬥力是多少呢 是10000 OK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上了 欸畫質真的比韓服好啦我的天啊 OK那我們這邊就簡單先玩一下吧 喔剛好這邊就有看到這個齁 普通香 黃金香 寶石香 以及中間的鑽石香 幸好不是什麼金牌銀牌 不然我真的會氣死 是 是 反正就是 故事我看得懂 不知道你們怎麼想的 喔 那最主要我們就是來試玩一下 欸 畫質真的比韓服好啦 我不知道講幾次了 好 那他這邊就是像這樣子 你點一個地方只會這樣子喔 你必須要去滑動他才行 讓他這樣移動過來 那像我這邊 我是派這個 你是誰 吸卡嗎 喔就是每個角色都會有不一樣的能力呀 對 那像這一招 把敵人吸過來吧 這招就是匯集敵人並且傷害 對 給傷害 OK前面這邊都有其他怪物 就是小心一點 盡可能要保護這些比較弱一點的角色 那比如說 這一招 我們放放看 這一招就是讓你緩速有沒有 然後射手型的要怎麼傷害呢 就是像這樣子 拉住 有沒有然後這樣對準就可以發射了 然後 體力不夠的時候就是 開補 有沒有 像這樣子 但是他只能補一個 喔 這一隻不好意思我太久沒用他了 他是補一隻 補 全部然後 其中一隻給予特殊buff 他的特殊buff是 一隻會持續回復其他 是只回復一次 OK那這個橘色的這一條 SP呢 就是你用來放普通攻擊的時候 所使用的 OK那他這邊滿了 這個要怎麼辦呢 點他一下這邊就會有這個 隊伍傷害喔 我們等一下 隊伍技能啦 什麼隊伍傷害 我們來看一下喔 比如說我們這個 光之審判喔 會可以選一個 喔喔那隻扁寶大隻 選一個地方 就給予敵人持續的傷害了 OK 然後這個紅地毯呢 記得就要躲開來 欸欸欸 大哥大哥大哥 好我們丟一隻熊熊 炸人家 好我們來補一下血喔 感覺C卡是不夠力的 來我們最後一射就把他射掉了 好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實 有些攻擊結束之後就可以有這個 特殊buff 那剛剛講到這個 幸運硬幣呢 就是用來抽這個的 喔我們抽到了一個 自警團的魔珠 還有一個 修煉的印章六個 OK就像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 像我們這邊就有達成這個 DPS這些成就呢 他就會給你這個 成就裡面的這個 獎勵 但是當然就只能獲得一次囉 嗯 那他的副本基本上 是以 像這樣子的 關卡為主喔 各位可以發現會有兩個小的配一個大的 喔那 兩個小的就是小關卡 然後這個大的呢就是有BOSS在裡面 那三個這樣的關卡組成一個副本 就像這樣子 喔 那再來我們來 玩一下R關的部分吧 看哪畫質真的好像比較差耶 喔這邊是目前韓服的 有開的副本喔 那當然我目前是卡在 第三世界的這個R關 那目前這是最新的赤紅之河 沒錯他們到魔界來了 你說什麼 艾索德也到魔界了 那我們就來簡單示範一下R關吧 好不好 那由於我真的很懶得開弱的角色來打了喔 這邊補充一下剛剛 沒能提到的 就是我們這邊這個 他這邊會顯示說需要 20萬加50顆這個珠子 有沒有 等一下 我哪來這麼多錢 等一下 喔對對對 我剛剛拿審判之地的獎勵 我都忘記了 老人家記憶又是不好 對那他目前這邊就只有分三種對不對 沒事沒事 日服只有三種正常啦 因為 韓服也是到這個2R才開始有這個裝備的喔 也就是我們的菊莊 那菊莊的部分是 提升 這個 技能傷害10% 以及這邊 就是應該是 可以疊 可以疊10層的這個 2%傷害之類的 老實講我這個不太懂 呃 沒關係巴哈這邊有翻譯 我這邊應該已經附上給大家了喔 那 是 我還要自己翻 我還要自己翻那個 界面啊 媽的 喔那 這一套是只有在2R之後才會出現的 所以說各位不用太驚訝 好不好 他是 技能傷害提升10% 以及 每次使用技能都可以疊2%爆擊率 這邊更正一下 那至於剛剛在 圖件裡面有看到這個 7星的裝備是怎麼來的 喔 是從這邊 我們需要用這個東西來升級喔 我們這可以來買一個試試看 恩當然我們得先找一個有 5星裝備的角色才行啦 是他卡住了他不理我 欸 有 這邊有這個5星裝備喔 那我們就兩個買一個試試看吧 嗯 比如說 呃我們先買這個好了 好不好 喔 然後他就會像這樣的動畫出現 那接下來要怎麼升級呢 很簡單 點開你的角色 選擇你要升級的裝備 喔 然後 呃 這一個 不是不好意思 不是這個 是這一個 齁 就花一點小錢 把他給升上去吧 是 好他變7星了 是他變7星了 可是我現在都用小樂不好意思 大致上就是像這樣子 讓你去 選購裝備 這樣子 那我們 R關有分 普通 輕鬆跟 困難這樣子 但是在2R之後則會出現 輕鬆普通困難這樣子 好 怕 很噁心 對 好啦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R關要怎麼玩吧 那像剛剛講到的 我就開強大角色直接撿過去就好了 齁 好不好 那 R關 他有這麼多的關卡 然後每一關的戰鬥方式都不一樣 比如說 第一關是普通推關 第二關是樓層式的 第三關是巨大boss式 第四關是迷宮式 第五關是 呃 PVP式 第六關是防衛戰 第七關就是直接的討伐 最後boss 那我們就以這個最後boss來做一個 簡單的示範吧好不好 那我使用的角色是 艾咪 賽格特 小樂 以及小梅 那他的Loading圖基本上就是一些角色界少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其實還不錯 但我看不懂 對我看不懂 還馬上裝死看不懂 是我還真的看不懂 不是啊大肆有書籍韓文可以修我在想要不要修 可是我朋友去修了他說他還是看不懂 所以這到底是我朋友的問題還是韓文課的問題呢 還是韓文本身的問題呢 其實我認識日本語的問題 韓國語的問題是完全不懂 是 看不懂 OK像這個 最後一關呢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戰鬥方式 直接就來一隻boss給你看 喔那我這邊有特別把這個傷害數字打開來 那這個boss下面的這個數字就是他的血量條喔 是 非常的 煙花撩亂又非常的lag 應該是有相關設定可以調的 有時間我也去調一下好了 不是嘛日服都開了不 不調白不調嘛對不對 那基本上他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特殊關卡 可以讓你來獲得裝備這樣子 有沒有像我的賽格特就是可以像這樣衝速 小梅就是放這個boss 在7月24號的影片 就是今天 應該有這個po出這個雅梅的介紹影片 那至於這位是誰呢 我相信各位在劇情後期一定可以見到他的 那這邊就先不爆雷了 我們還是盡快把這個研磨解決掉吧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問題是真的很慢 基本上呢 你的隊伍 配得夠好你的SP就不用煩惱了 現在玩賽格特的血條不是有一段白白的嗎 沒錯這個就是這個 他的護盾 這個跟賽格特本身的能力有關 這個日後我們介紹到的時候 再來說吧 好不好 目前我們必須先專心的把這隻眼魔給幹掉 那至於下面這個藍色的是你使用多少 這個橘SP 他就會換算成這些 藍色SP 這邊解決了兩隻boss之後要贏來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boss 就是這個剛剛講到的暴君喔 OK那我們這邊 先給他簡單上一點buff 簡單debuff OK那再來 要示範的是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太lag了吧 我好像找到原因咧 我把那個威力導演開著 欸是耶真的是耶 好太多了吧 我們這邊來示範一下 在SS S級以上的 角色呢 會有這個 專屬技能 那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以這個 賽格特來做 示範吧 是然後他就會進入憤怒模式給予這些強大的傷害 是就是像這樣 那每個角色都不一樣 對就是像這樣子的 去把他 幹掉 對 我是不是應該先把小隻的幹掉再換一個角色的 技能給你們看呢 我覺得是耶 那我們這次就來示範這個 小樂的吧 好不好 小樂的只能攻擊一個人 但問題是他的傷害高達2000多趴喔 這個人日服是還沒有開的角色 對 各位其實剛剛可以倒帶過去看那個傷害有多噁心 是 很噁心 超噁心 非常噁心 是的 然後他完成之後就會送你這些東西 每周都可以 突破一次 那打完之後他就會給你這些寶珠 OK那 以上大致上就是我們這個 有很冒險的手遊 他的這個 一些 設定 一些 系統上的介紹 那工會的部分這個 由於我日服沒有加 所以我也真的不太想加 就簡單講一下吧 這個是 算了 這應該是工會站的東西 這個是次元召喚 就是工會 工會的王 他會給予這個東西來製作 專武 這個以後日服開了 我再替各位做介紹吧 好不好 或者是以後有機會再做介紹 是 真的是 對 其實我 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然後這一部 這一個就是 比較特別的關卡 他可以獲得這個獎牌來獲取這個 四星S級英雄的 召喚券 然後最下面就是工會站 目前我們家還沒有工會站 所以說就 不多做介紹了 工會還可以在這邊互換這個 強化石 沒有錯 然後還有這些工會獎勵可以拿 比如說這個滿了 就可以拿 好啦那時間其實也不早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 介紹影片呢 哇耶 前前後後總共有40多分鐘快50分了 很久沒有做這麼長篇的介紹了 那完成這個R關之後都可以獲得這些 箱子 這些箱子會隨機給你一些裝備喔 好的那就先這樣子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YouTube下面點個訂閱 喜歡就可以得到每週獲得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也可以到粉絲團來按個讚 Twitch按個追隨 Twitter跟跟隨 那就是這樣子啦 喔對了剛剛提到的那個 修煉的印章 他用到哪裡呢這邊 多介紹給大家一下喔 當你滿了之後 可以利用這個再花點錢 來強化這些英雄喔 然後呢 沒滿10集就可以點一點天賦喔 那天賦這邊就會讓你選 比如說 技能傷害減少阿 普通傷害減少阿之類的 這些就看你們自己要怎麼去調配囉 OK 那我們總之 這部介紹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那麼我們就下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不行這畫質真的好差喔